3.12分日本女孩,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夫唱妇随,相信你一定知道,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男子在家是有很大的主导权的,女人们一般也是听从丈夫的,男人们也很乐意家中有这样过巧的妻子,在如今的时代讲究男女平等,但大部分男性,还是希望能有个温柔个人的妻子。 4.日本女孩,在中国男女平等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,但是日本的一些观念上,还是保留着女性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,虽然和上世纪大不相同,但是一些日本家庭还是认为,女性要会勤勉持家,对家庭劳工负责,所以在日本普遍存在女性在家照顾家庭。 男性在外大拼的现象,蒋静福本普遍花,所以一般的日本女性对待自己的丈夫,都能够比较温柔以及包容。 所以有一些网友就表示,希望能有一个日本妻子。 就在最近,蒋静福公开了自己的女朋友,还发布了一张照片,照片上女友在自己身上睡着了,蒋静福还用女友的口吻说,我睡着了。 本普遍花,网友找出了这位女孩的相关信息,这位女孩是个日本人,名字叫做本普遍花。 本普遍花学历很高,在美国毕业,并且已经有了美国国籍,家庭条件十分的好,父母都是很有诠释的人物。 本普遍花,看得出来,两人十分的相爱,这位女孩长相十分的甜美,可以看得出来,身材也是非常的好。 而且看起来属于那种阳光型的女孩子,在蒋静福身边,更像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,蒋静福看她的眼神,也是满脸的宠明之一。 本普遍花,这位女孩虽然看起来也属于美女,但是始终感觉和美女这两个字差一点,但是属于那种来看行,越看觉得这个小女孩越可爱,怪不得蒋静福像是宠者小妹妹一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